上週英語 延賽連連的中華職棒 引起了哪些討論話題 還是由哪位球員表現出色 棒球讚新聞帶你一看究竟 比賽要結束了 周思琦在12局的下半 敲出了在加安打 來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華職棒 今年首度遺失花蓮 沒想到老天爺不賞臉 三連戰的比賽 只有第一站順利進行 第二站則因雨順延到隔日 進行雙重賽 比賽當天看似即將放晴的天空 又在後半段下起雨來 第二站勉強在雨中完成 但到了第三站的三局上半 卻因雨被迫延賽 職棒難得造訪後山 總是吸引滿滿的球迷進場 不過聯盟已連續三年 將花蓮的場次安排在 五月的梅雨季節 於是常常不是嚴賽 就是補賽 引起了球迷小小的抱怨 與PTT相名的怒吼 所以希望下次聯盟到花蓮來時 能在時間的安排上多加考量 才能真正造福花蓮的球迷朋友 一打打線上週大爆發 5月22號在花蓮的比賽 全場擊出24隻安打 創下本季團隊單場最多安打記錄 更是憑一打犀牛的隊史記錄 14個人出賽只有兩個人沒有敲安打 身為花蓮子弟的火哥 有四安猛打賞的表現 完全沒有讓鄉親失望 而林一拳無安打 那五打底的神表現更是無人能敵 無庸置疑拿下單場MVP 繼續往上半季冠軍買進 謝謝你們特地從南部 然後坐車到花蓮替我們加油 然後希望我們接下來的成績 可以越來越好 然後順利拿下上半季的冠軍 謝謝 除了一大打擊有精采的演出 中心兄弟陣中最穩定的投手正開玩 倡州在花蓮面對一打 以102球投出生涯首次無四死球的玩頭勝 同時也是職棒生涯第二次玩頭 前八局鄭凱文沒有讓一打攻下分數 直到九局上 對手才靠著接連安打拿下一分 不過也不足以撼動鄭凱文的好表現 他不僅幫助球隊取勝 也拿下本季第六勝 我只有一年來吃而已 那希望每次來拿到身體 那也謝謝今天那麼多人來幫我們加油 那真的很感謝你們 謝謝 潘威倫五月二十一號面對中信兄弟的比賽 主投六右三分之二局 超越前新農牛羊頭勇撞所保持的一千五百七十局 將生涯累計投球局數推進到一千五百七十六右三分之一局 成為聯盟史上第一人 效力統一十三年的潘威倫 前八年都能累計一百局以上的投球局數 雖然後來曾因為受傷出賽場次不多 但身為球隊王牌的都督沒有放棄 目前累計一百二十勝 已是現役最多勝投的保持人 已經三十三歲的都督 雖然出賽場次不向全勝時期穩定 但他創下許多難以超越的紀錄 已梳理了潘威倫障礙 五月十八號 接下中信兄弟代理總教練的吳復蓮 雖然第一場比賽沒有拿下勝利 但在五月二十一號對上統一7-11的比賽 雙方敖戰到第十二局 就由周思奇超出再見安打 也幫助吳總拿下掌兵服後的第一勝 而在十一局雙方平手接替後援的三毛林英傑 主投兩局標出三次三陣 精彩的表現也是令人激上 不過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三位都是成泰全勝時期 共同打拚的球員及教練 不僅如此 黃世豪也是從成泰來到中信兄弟 教練邱昌榮跟黃清智 李安琦也曾是成泰的一員 重新再聚首 雖然已是不同環境不同球隊 但愛棒球的心一定是不會改變的 中信兄弟羊頭扣笛 在開季就因為手肘發也沒有上場比賽 而這期間的羊頭布萊文斯 也因為表現不佳 他領機票走人 休息了兩個月的扣笛 在球迷期待之下 5月15號終於首次站上投手球 但主投4局就被翹楚八支安打失掉6分 勝投還是未開張 不過今年有點歲運纏身的他 第二場出賽更只投了一個人次 就被林毅全的強西球打退場 球團決定註銷扣笛登陸新洋將克蘭頓 希望能補足兄弟先發不穩的空缺 在上半季比賽進入尾聲的重要時刻 究竟中信兄弟換投的選擇是正確的嗎 還是是異常堵住呢 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郭宏志即使歷經了5次重大手術 還是堅持回到棒球場上投球 打死不退的精神 堪稱是台灣棒彈的不死鳥傳奇 降浴火重生的典範並非僅此一例 一大犀牛的高國輝 則是最近熱烈討論的發燒話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球左半邊 這個球出去了 高國輝 下半球季第18 太恐怖了 這是本季的第18支的選擇打 同時也是他下半球季的第18支的選擇打 2011年高國輝受到重大傷害 儘管復健之路苦澀艱辛 但高國輝依舊咬牙挺過 直棒24年 他反國恰夢一大犀牛 在第一年就攪出了125支安打 14支拳雷打 打擊率3成50的好成績 原本期待他隔年能夠繼續大展身手 沒想到又因為脊椎滑脫 被迫開刀 缺席直棒25年的上半球季 積極復健的棒球情人 在下半季強勢回歸 只出賽52場就敲出了18發紅褲 不僅拿下了全員打王 更是終止史上守衛 只打了半個球季就拿下全員打王的球員 妖言的表現讓球迷眼睛為之一亮 也更讓人期待這門土質大砲 往後的表現 我會啊 左外野方向 又上去了 集報26年 目標殘連全力打王的陶淵王 開機狀況就相當火燙 4月擊出了7發紅的浪 與LAMIGO的林智盛不相上下 兩人以來往往的煙火秀 也讓比賽更天看頭 這個球打得滿結實的 在左外野方向 誰又來了 這個球出手 打到了在右外野方向 OPRA 5月10號一打一打MIGO交手 商譽付出的林智盛 率先在2局下半敲出了 本季第10號全力打 但高國輝也不是省油的燈 下個慢局也回進紅不浪 而且是全力打 正好也是陶淵王本季的第10轟 兩人除了同場開轟之外 全打產量更並列第一 也讓兩人之間的競爭更嫌火燙 而在兩天過後 高國輝回到自家主場 陳青湖棒球場開轟 本季首度超越大師兄 攻擊全力打王 但就在隔一天 誓言要拿下打擊五冠王的 奶藥阿傑立刻還以顏色 再度開砲最上的高國輝 但是棒球情人也不甘示弱 5月14號單場雙響炮 也拉大與林智盛之間的差距 但大師兄不愧是拿過 三座全力打王的重砲手 馬上又補上一隻 再度縮小雙方的差距 當然全力打獎項 今年有機會的話 希望自己能夠再衛冥一次 可是現在就是像智盛 然後小胖他們都是很好的 長達的好手 我只能聽你自己說 就是先把自己的身體顧好 只要健康我覺得應該就會有機會 除了高國輝林智盛 全力打炮身隆隆去外 曾拿過年度MVP的小胖林鴻鈺 今年的炮火也十分兇猛 目前眼睛以些微的差距緊追在後 解釋27號為止 全力打培養榜的前三名 差距都在兩隻以內 林智盛林鴻鈺隨時都有可能上演逆襲 雙齡夾擊桃園王的戲碼 也讓全員打爭奪戰更有看頭 在場上就是全力去認真去打球 我覺得認真打球 球迷覺得球賽才會好看 包含保留比賽 高國輪在今年前43場出賽 就敲出了15發紅不浪 而林智盛則是有三數場出賽 敲出了13隻全力打 林鴻鈺則是前41場敲出12隻 按照目前進度 這三人大有可能追平或超越 同一前洋將布萊索保持 單季33空的終止全員打紀錄 在今年球季 打憂鬱頭的態勢 各隊中砲手打擊大爆發 也讓球賽更加精采 而球員全力追求紀錄的決心 與態度 讓比賽更有看頭 也希望觀眾朋友可以感受到 選手的奮戰精神 重新燃起愛棒球的熱情